美丽人生,我来代班 今天想要跟朋友们分享 姜枣茶的手把手制作教程 那它的制作是简单至极 而效果又特别的明显 首先姜枣茶核心作用就是 温中散寒,养胃暖宫,以及驱风去湿 很多朋友都时常感觉到 手脚冰凉的这种情况 特别是在冬天 即便是窝在被窝里都雾不热 殊不知夏天才是我们解决 手脚冰凉的好时机 因为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 排掉体内的寒气 那么就可以为接下来的 一整年的消耗做好准备 老话说的好吗 东吃萝卜,下吃姜 不劳医生,开药方 准备材料 首先我们拿6到10个大红枣 这个根据每个人的口味偏好来定 像我准备拿10颗红枣 因为后面煮的时候我不打算加糖了 所以我就多拿一些红枣 接下来我们把它一切两半 切的时候我个人是建议把枣糊取出来 因为也有一种说法 这个红枣糊吃多了容易上火 把枣肉放进滚水中煮10分钟 10分钟过后煮好了 我们加入两滴咱们的小黄姜 浓缩姜汁就可以了 咱们判断姜枣茶有没有完全做成功 我有一个小经验分享 那姜枣茶里边有红枣特有的香甜 对吧 那它里边还有姜的辛香辣 我们只需要加起一小块 如果还甜就说明还需要继续熬煮 如果已经完全没有甜味出味了 那就说明是成功了 哇 因为我加了十颗枣 所以它枣甜 枣香味特别的浓郁 而且我认为真的已经够甜了 就是没有必要去额外的加糖 而它是那种非常自然 非常健康的甜味 同时因为里边的小黄姜 浓缩姜 它又带来了辛香的姜的口感 特别的过眼 很舒服 所以呢 我真的认为姜和大枣 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就像是枸杞配菊花 那因为很多人他对于吃枣是会上火的 因为枣本身是湿热之物 就是对于脾虚啊 脾湿的人来讲 吃枣呢 会虚不受补 而加入姜之后 它的功效就有所改变 因为姜煮散 它可以把枣的湿热散掉 这样相互制衡 姜的生发就不会太过 总体来说 生姜大枣是适合脾胃虚寒 血虚 气虚 这种虚性体质的人群 而姜枣茶 我也总结了它的五大好处给朋友们 第一 姜枣茶能治感冒 那很多时候受凉 风寒 放点生姜 然后大枣 然后再加一段葱白熬一碗汤喝下去 那比什么药都好使 第二 它是可以温中散寒 健脾开胃 只要身体是带有寒气的状态 那几杯喝下去不仅仅是寒气散尽 更可以胃口大开 第三呢 就是去湿 因为姜的发散作用 姜煮散 它能够把寒湿散掉 第四是它可以止呕 像晕车啊 孕妇 呕吐不止啊 这些都可以通过姜枣茶来改善 第五呢 就是致腹穴 拉肚子 因为腹穴拉肚子要么是基石 要么是受凉 而姜枣茶的功效对这两种都是可以起到缓解的作用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美丽人生就到这里吧 一个手把手的小教程 干杯